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兄弟 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祝我們今天可以在聖餐桌人面前一起聚集 不分對一個人來講 還有幾個重點要的意義 其中最大的重點要的意義就是遮蓋 有些福分會使人開心 有些福分會使人滿足 有些福分會使人甘自你 但有許多遮蓋性的福分 是我們必須付出代價 當中有等候 有仰望 有迫切 甚至有流淚 當一個阿嬤抱著第一個內孫還是外孫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阿嬤一個禮拜裡面嘴巴都喝起來 很開心 媽媽也是一樣 對阿嬤來講的肝之如有的不分 恩兵 但對另外一個 從來不知道神的救恩 可能一個 其實這樣的主動脈破裂之後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要跟所有人宣布 他急救不下 如果用一個基督徒的角度來看 他的福分在哪裡 而我們又會合佛 可以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在上帝的面前 抓住這樣合得當一個人 如果用這樣的比較對比的話 來享受一個救恩 你會發現 我們不是甘自你而已 謹慎 而且是慎重 而且是專注 今天這段經文裡面 我相信只要常常聚會讀經 讀到這段經文的人 大家都會知道 馬大怎麼那麼笨 馬力亞人怎麼那麼聰明 可是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今天的經文非常的 不是很長 單單只有五經 我們一起來讀阿嬤 我們一起來讀阿嬤 從三十八節來 他們走路的時候 然後耶穌進了你的村莊 有一個女人 你叫馬大 接她到自己家裡 她有一個妹子 你叫馬力亞 在耶穌教前 坐著跟她的道路 當她之後的師父 心裡忙碌 就寄前她說 主啊 我的妹子 留下我一個人的師父 你不在意嗎 請恢復她來幫助我 來注意耶穌的回答 耶穌回答說 馬大 馬大 你會許多的事 勢力煩惱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你見 馬力亞已經選擇 那上好的符文 是不能過去的 我們用耶穌的回答來 體會一下馬大 她的角色 她是一個怎樣的心思意念的人 你可以思考一下 耶穌怎麼回答 你為許多的事 失慮 煩惱 如果你是一個媽媽 或者是你一個很會照顧家庭的一個大姐 或大哥 你應該可以體會 什麼是失慮 什麼是煩惱 馬大所做的哪一件事情 是為自己做的 馬大所服侍的哪一件事情 是為自己服侍的 馬大所要滿足的對象 有哪一件是為了要滿足自己的 你會發現馬大盡力服侍 而且她的思慮 就好像是細心一樣 很仔細很用心觀察 她只是害怕煩惱 說我問她已經是做不好 耶穌對她回答說 你為許多事失慮煩惱 這某一個面向來講 神肯定她的用心 但神要她專注一件事情 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這麼細心的服侍 你為什麼這麼用心的服侍 難道不是為了救恩嗎 今天 剛剛我一來的時候 我在注意每個程序當中 我所需要的部分 我發現我需要一份華語聖詩 因為我聖餐的時候 我等一下會唱聖詩 我會唱台語唱習慣 所以我都會重新在對象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需要一本華語聖詩 從一本華語聖詩我看到 從張大 從傳大 從直視 就忙碌起來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 要專注啊 現在是敬拜啊 要專注啊 不可能啊 你們手上有沒有一張 順勢的服侍 有沒有 有 是你應的請舉手 都不是啊 那是誰應的 是一個細心 煩惱 失禮的命 我們也一樣啊 我們有各自的服侍啊 一開始有敬拜的失敗 一開始有達到的失敗 這次背後當中我們要付出多大的預備 我們可能要料理自己的嫁入 還要思考主日當中我所承受的負擔 我不會累 何止累 但今天在這累的背後 在聖餐桌的面前 要我們再重新專注一些事情 為了神這個桌子上的救恩 我們應當服侍 從救恩來看我們的服侍 從救恩來看我們對別人的付出 從救恩來看我們各樣的服侍當中 我們所承擔的負擔 那沉重的十字架 有哪一樣神 不為我們一起承擔 馬大為許都是失禮 他提醒我們 當我們失慮 充滿的時候 不要忘記 我們是為救恩在奔跑 如果我們所有的服侍 忘記 是為了救恩在奔跑 那我們的服侍 會拖垮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禱告 我們甚至為了代求的事 那個代求的心力 也會拖垮我們的信心 我們不可以忘記 不可以忘記 我引一張聖詩 是為了滿足神的救恩 在二水教會有一個姐妹 她是打掃的同胞 她就一位了 二水教會滿大的 有種草的 有種樹的 有廁所的 有拜堂 還有一些聚會的房間 包括會議師 她只有兩天的時間 她要帶她的孩子 她一個人要負擔她的孩子 兩個孩子 每次我看她來到教會 準備要打掃 我經常 我在預料說 她進來電動門打開了 應該是 扫帚 本機 托把 水桶 那些水桶 應該接走的 怎麼聽那麼久都沒有 她就去看一下 發現她一個人在禮拜堂 主要禮拜堂 她就跑下來問陳牧師 問我太太說 她不是 她是來打掃 是來禱告 我才知道 我這間 智慧前面 曾經跟牧師分享 她很感謝主 如果不是有打掃這個世報 她 不知道怎麼樣安靜 她發現打掃的時間 一開始 伯克先安靜在主的裡面 她用神做起頭 來開始她接下來 最卑微的工作 她用神做起頭 接下來專注她 在每一樣的服飾裡面 所有的人都可以監督她的工作 連坐在椅子上的每一個弟兄姐妹 都可以觀察 有沒有乾淨 從觀眾仰望到 聖這個講台上面的地面上 有沒有灰塵 她需不需要 有超過五十個人的心意 和五十個人的眼光 來注目她自己的工作 看她的服飾 我們也一樣 我們做服飾 只有一樣的 可能是負責敬拜 可能負責禁 可能負責做霸 但我們有時候 要用超過三十個人以上的眼睛 來看一個做霸 用超過五十個人的感受 來思考 我今天的敬拜 是否真的帶領群眾來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忘記 我的敬拜是要帶領群眾來到神的面前 仰望神的救恩 那我今天所有的敬拜是記得一樣 我有沒有走音 我有沒有看錯 我講話沒有發抖 我唱歌有沒有亂得掉 這些很多的繁雜 會拖垮我們的生活 禮拜四到禮拜六 剛好是我們的青年去西武聖經學院 寂寞禮修的三天的時間 在最後一天當中 一位牧者在分享 他這三天的感受 我覺得也可以成為今天我們的思考 當我們開著車要從帳號 開到新竹神院準備三點半開始 第一個時間的寂寞 也就是禮修的課程的時候 我要把我的孩子丟給我的丈夫 我要把我的家務放給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根本不會照顧孩子 我的丈夫根本不知道怎麼料理他的家務 我甚至會幻想 我的孩子會不會從樓頂掉下來 他要放下多少 屬世界或者屬世界事物放下來 才能真的專注在神 這三天當中 化理和打到裡面 他需要一股力量 把他不許引導到完全安靜 完全的交托 我們有多少時候 忙碌到逛季 被不許到一個安靜 省的話也就完全只有省的話 沒有其他的干擾 我真的可以誠實的說 主啊我真的教下 我真的放下 我暫時放下 我來到一個安靜 我來到的話語裡面 三天滿了 他說感謝上帝 他走過了 他很享受 到禮拜 禮拜六下午 中午快到十二點的時候 又分享了一句話 我實在不想回家 我現在需要另外一個力量 另外一個勇氣 另外一個信心 從這完全屬神的安靜 聖節裡面走回到 我生活的世界 家庭和福斯 他在表達什麼 在安靜 完全沉浸神的話語裡面 有很多過去以來 我所需要的安慰 醫治和幫助 我都得到 也都得到 但我也知道 當課程一結束 重新開著車 走回到彰化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家庭的事物要回來 家庭的事物要回來 家會的事物要回來 孩子的教育要回來 很多反省性都要回來 我們就思考 到底要靠什麼力氣 去念對這些事情 我們好像一個鐘板 我們盪到一個聖節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勇氣進入聖節 我們好像一個鐘板 盪到一個屬世界的時候 我們又必須要有另外一種勇氣 面對屬世界各樣的挑戰 如果在這鐘板當中 你忘記了救恩 是帶領我們如何進入聖節 在屬世當中如何仰望上帝的時候 那我們很容易疲累疲乏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安息 每一個人他的內心都很像馬蹄 當他仰望神祷告的時候 他就像馬蹄 但我們也都很誠實的說 雖然我的手很像一隻祷告的手 雖然我跪在釋迦面前祷告仰望 但我的心裡面何等多的思緒繁雜 我根本不知道怎樣一一釐清神哪一件事情 是你要幫助我 你要對我說話 你要給我有勇氣 我們是亂到一個程度 我們有時候外表看起來我們安靜 我們沉澱 我們專注 但我們內心有很多話語 我們需要什麼 不可忘記你的舊 你要專注 經文裡面提醒我們 耶穌基督對馬蹄的話語裡面 他不是屬於責備的話語 他不是 你看四十一節 融大融大 有過許多的事 失慮煩惱 這不是一個責備 後面四十二節說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瑪利亞選擇了一個上好的部分 是不能奪去的 當我們在讀經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上好的部分很重要 還是不能奪去很重要 每個人角度不一樣 但在提醒馬蹄 你所做的事情 如果要得盟保守 是不能奪去的 那你就應該專注 我所做的事情 與神的計畫 救恩的計畫 是有關的 他提出一個選項 一個選擇 你要選擇 你要做出一個選擇 正確的抉擇 使你的生命 專注在救恩 然後用你的救恩 信靠 信靠主人的信心 來面對你各樣的主事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孩子 包括你的孩子 所以 有時候 當我們忘了 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 如果跟救恩沒有關係的話 我們根本在耗損 或者在磨損 今天 還是昨天 我在一個網路的消息看到 我才知道 每次 美國的總統要救恩的時候 都會在公開場合 有一群的師班 來向所有在場的拳中獻樹 但美國政府越來越強調 不應該將耶穌的名字 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來 甚至想要把聖誕樹改成節日樹 節起的節 日子的日 節日樹 有一個師班 他知道這樣的規矩 他也很清楚這樣的默契 因為五段 一個完整的詩歌裡面 有五段 有五段的詩 全部唱完 是要超過十分鐘以上 但國家只規定 為了避免耶穌的名字出現 所以只規定 那個限時的時間 或是暢時的時間 是三分鐘或是五分鐘 根本不足以表達五段 裡面包含神的拯救 耶穌的死亡 復活 還有救恩的盼望 根本他不是表達 但有一個師班 這次他的死班 很聰明 也很勇敢 他唱完第一段 直接跳到第一段 直接把神的救恩 耶穌的救恩 在公開的唱完表達出來 這是一個不幸的時代 在各樣的利益計較當中 政府 連我們所認同的 基督化的國家 也都已經成為多元化的重教 為了滿足多元化的重教 不得將耶穌的名字 單單出現在一個工作場 那我們就得知道 如果我的家庭 我的生命 我的工作 沒有耶穌的名字 沒有耶穌的生命 沒有基督耶穌給我的指標 不要盼望拯救和信心 我所做的事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或者都是為了小事 當我們勞累的時候 我們應該像耶穌說 我真的勞累 當我們痛苦的時候 我們應該真的像耶穌說 我痛苦 當我們在表達 像神表達我們內心各樣的苦境 情境的時候 我們不是也正在表達神 我沒有要放棄我的責任 我沒有要閃避我的工作 但我真的累了 有一件事情是我知道 你可以醫治我 你可以幫助我 因為我所做的 不是為了我手上責任 是因為我看見我的生命 給了救恩的事實 很怕我 所以不管我怎麼勞累 不管我怎麼順服 我怎麼委屈 我怎麼受傷 我還是得到保守 因為我有永恆的福分在你身上 所以如果我們忘記了今天聖餐桌 所擺設在我們面前 就是耶穌在跟門頭表達 救恩救恩一樣 就是奉能來面對各種事情 當我們舉起杯或拿起杯的時候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信息 每一個事都在表達 耶穌才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救恩救恩救恩 是我們絕對上 福分是用來的 這個不是甘之靈的福分 如果你知道它流出保險 為你而死 這不是甘之靈 這是一個遮蓋的福分 完全遮蓋的福分 我們日子不能像一個汽車 動不來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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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筆 煞車筆 有的時候我開車到那個 維修廠 保養 師父都會跟我說 你的煞車筆剩下 零點幾公里 其實我都聽不懂 我都讓它比出厚度讓我看 它每次都比這樣子 它比這樣子我還是不太知道 其實我的心在掛什麼 我在掛一個 到底要開花這次 然後我就乾脆問他一句話 我下次來保養前 這個皮會不會磨完 他說 會磨到鐵子的部分 如果按照我使用程度 我就 很好奇的在問他 好 那如果我下次來磨到鐵子的部分再換 反正壞的是 反正就換掉東西 磨到的就磨到了啊 有沒有關係 他說 那 下次要換的可能 不是煞車筆 是煞車系統 然後周邊的東西都可能會換掉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磨到鐵子 會產生正常的震動 或者是那個碰撞 那會影響其他的理界 我才懂了 我才懂了 不可以省這個錢 那省下去我下次要花更大 我們也一樣 當我們被事物磨的時候 是磨拿你知道嗎 就這樣你會感受 這磨你的心 為什麼 在磨你的心 為什麼一個情侶在談戀愛的時候 總是要流淚 不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現在是一桶面子 一桶面子 一桶面子的這樣子丟 為什麼 他在表達什麼 他沒有流血 他有沒有損失到錢 什麼都沒有 那幹嘛 一桶一桶衛生紙丟 他的心被磨到 爸爸媽媽孩子都一樣 被磨到 當我們心被很多事物磨到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是基督徒 我們會選擇 我要武裝我自己 我要位裝我自己 我要讓我自己看起來更剛強 不容易受傷 但如果我們是基督徒 這代表什麼 有一個信息在告訴你 當我們真的被磨到內心會痛 但是那個痛就好像肝 肝臟沒有神經已經長肝 肝什麼都來了 但是還是不會痛 磨你的心不會痛 但你會用眼淚表達 你會用眼淚表達 每個人眼淚不是那麼簡單 這磨到你的心 那個眼淚就表達出來 但是誰可以安慰 就是神的救恩可以告訴你 怎麼走下一步的路 就是神的救恩可以告訴你 怎麼面對你現在各樣的困苦 或者難處 或者你所需要的處境 就是神 透過聖經可以告訴你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 我們會成長 我們主要寫最近買一批書 買一批書裡面有一個本書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有看過 不知道有沒有是叫做 施以諾伊斯寫的那一本 含著金湯詞的信 信仰就是你的金湯詞 那裡面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這麼講 他說一個很愛滑雪 學校 他小時候就把那個 可是還很糟糕 他常常把那個水橋滑斷滑斷滑斷 有一天他長大成了一個工程師 他用他的技巧 用他的學識知識 知道要去從飛機的材料 來做滑雪板 他就這樣子去滑 發現不容易折斷 這個產品就成了一個普遍性的產品 很暢銷 有人就問他 你這麼愛滑雪 你為什麼不用小時候的滑雪板來滑 他怎麼說 上帝讓我成長的用處 就是使我可以分別 我要看見上帝給我的能力 我要用我的能力 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我也要知道 是神所給我的 他不再用小時候的產品 物品來做他洗他的東西 他長大了 他用他的知識 神給他的知識 來創造一個所謂的東西 我們也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天天祷告 仰望上帝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長大 我們的靈性每天都會成長 我們的身體不只是會老化或者會成長 我們的靈性會隨著我們的日子經驗年紀 以及甚至我們的經歷當中 我們不斷地成長 誰可以幫助我們 在這樣成長當中 不至於偏向左偏向右 單單只有神的話 告訴我 我這時刻的成長 誰能對我說的話是什麼 我真的可以上帝幫助我們 我們不可能拋棄世界上 包括家裡各樣的服飾 說我要放棄這些東西 因為馬利亞選擇那善好的福分 我要丟下我的居室 我要丟下我的責任 我連代導或者禱告的那種責任 那種勞心的責任我都要丟下 為什麼 因為我要單單仰望我的上帝 我要把所有繁殘的事物切割的清楚 我要乾乾淨淨的來仰望我的上帝 我要把所有的困難切割清楚 我要毫無困難的來單單仰望我的上帝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乾乾淨淨的 清清楚楚的來到上帝的面前 神不需要給我們救人 就是因為我們容易不清不楚 就是因為我們容易老心又老練 就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責任 在我們身上牽絆住 我們不是佛教叫我們放下一切 叫做空 我們不是那種 耶穌也不是 耶穌把人類整個人的救恩承擔起來 把人的罪惡承擔起來 把整個人一生當中所需要的醫治盼望承擔起來 他用他的血做代價在上帝的面前立約 使我們祷告在神的面前得蒙聘訊 他不可能丟下這些 如果神也丟下這些 我要乾乾淨淨當一位上帝的話 那誰可以領受救的 耶穌他成了基督徒最好的一個典範 他承擔所有的施慮 承擔所有的範長 他甚至流出臉面 也不是為自己為人 是看見我們生命當中的枯乾枯燥 最主要的原因是被人治癖 最昆蓬起來 那個醉好像一個帶刀的刃一樣 那個不斷磨我們的心 磨我們的心 我們卻不知道怎麼跳脫 我們不知道怎麼走 就祂知道 用祂的保險折擾 用祂的身體打破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新的身體 新的仰望 新的靠 願我們的敬拜 可以看見這些屬於的事情 願我們禱告也可以看見這些屬於的事情 願我們向神的啃求祈求和仰望 也可以看見這些屬於的事情 我們一起禱告 所以說我們謝謝你 今天 你透過經文在此告訴我們 我們的眼睛 必須謹慎 我們只能專注仰望 定睛 真的是定睛 在聖物聖子聖明之中 我們必須 禁見我們的口跟我們的舌 好讓我們不輕易的被捆綁 尤其被世俗事物的事情捆綁住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事物 太多的反長是出於我們的嘴 出於我們的話語 我們太少用你的話語 來警戒我們自己 我們也用太少你的話語 來成為別人的主 這是我們常常用許多專業 用批判 用許多的指教或者是建議 但沒有一樣是屬神的話 求你教導我們 我們不應該苛刻我們自己的聖明 因為你已從未這樣表達 你要我們做出一個抉擇 我們如何仰望專心在你面前 今天我們在你面前擺上了 餅跟葡萄雞 我們就再次思想 再次的回想 我們如何能所這樣合得到的救恩 所以說我謝謝你 我們真的謝謝你 我們被許多事物繁雜 但我們的心 要定義的答案 求你與我同在 我們打告奉耶穌的名 來